这个叫铝方通专用灯 我没有拆解过 所以说想把这个坏的拆解研究一下 老方法见螺丝都拆 拆解完了 大家看一下 90公分长的 这里边两条灯珠 肉眼呢 能看到故障 看一下在这里 烧黑了 有不少朋友私信我问我 怎样判断这个坏的灯珠 是什么型号 多大功率 这个真是一两句话就说不清楚 正好呢 咱就以这个为例子 以我的方法判断一下 它是什么型号 多大的功率 仅供大家参考吧 首先看这个一串数字 880乘以8毫米 就是长度是880毫米 这个灯条 宽度是8毫米 后边2835 2835就是灯珠的型号 就是这个灯珠型号 3B12C 就是三并12串 C就是串 以下面三个灯珠为例 三并 这个三个是并联的 你看 这坏的话 这三个肯定是都坏掉了 都黑了嘛 看它正极 这个正极 跑到这儿 接到这个正极 这个正极呢 又到这儿 你看它三个是完全是并联的 负极也是啊 负极 你看这个负极 连到这个负极 然后再连到这个负极 这是这三个是完全是并联在一块的 这就是3B 就是三并的意思 12串呢就是三个并起来为一串 然后这个灯条上是12串 12串多少颗灯珠呢 12乘以3 就是36颗灯珠 一个灯条上36颗灯珠 那么两个灯条呢 再乘以2 一共是72颗灯珠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驱动器 是这样的标识啊 功率是24瓦 然后输出 电压72伏 然后电流270毫安 24瓦 它是两根灯条组成 那么一根灯条就是12瓦 它是三并12串 那每串就是1瓦 每串里边又有三颗灯珠并率 1瓦就除以3 就是0.33瓦 再看这个72伏 72伏刚才说了 一根是12串 两根就是24串 72伏除以24 那就是每串上的电压 那就是3伏 3伏的话 咱们普通的数字表 就应该能点亮它 咱们试试 放到二级管档 然后咱们测这个 一测它三个亮啊 看这三个亮了 然后这个坏的就不用测啊 这是测不亮的 看不亮 这三个都不亮 知道它这个是三伏灯珠了 然后咱们在网上搜一下2835三伏的灯珠有几种 淘宝输入2835灯珠 你看出来这么多 这上写的三伏六伏九伏 咱只需要三伏的 再看这一家 0.2瓦 0.5瓦 2835灯珠 进去看一下 这上有0.2瓦是60毫安电流 然后0.5瓦呢 是150毫安电流 工作电压都是3.0到3.4伏 咱们来看一下啊 工作电压都是3.0到3.4伏 然后它一串是三个并远 并远的话 0.2乘以3就是0.6瓦 然后下面0.5乘以3就是1.5瓦 上面肯定是太小了 0.6瓦 咱们算的一串大概约是1瓦才对 下面看似功率大了 其实呢 它设计的电压 它不是说3.4伏 大约是3伏左右 电流呢 是270毫安 270毫安 它三个 你看按它这标称的话 3乘以150毫安 就等于450毫安 这是足功率的 所以说它用3伏 并且是270毫安 它是不足功率的 所以说大约是1瓦左右 选0.5瓦这个灯珠 其实没这么麻烦 直接拿万用表测量一下 正常的灯珠 看能点亮不能 不能点亮 就说明不是3伏灯珠 那样的话 就要用尾压电源 尾压电源的话 你要从3伏慢慢往上调 看几伏能点亮 并且你观察一下 它电流是多少 有了大概电压和电流 然后你在网上再找 对应的灯珠就行了 我这个也不用换灯珠 直接把这一串短接就行了 短接换之后 本来是72伏 那就少了一串呗 等于说23乘以3伏 那大概就是69伏 待会咱们可以测一下 现在好了 这一串短接了 这一串不亮 然后咱们看一下 123 看 看除了这一串 其他都是亮的 然后咱们测一下电压和电流 现在电流表转进去 测一下电流 看 0.28 0.27 也就是270毫安左右 电压 68.6伏 看 直接测输出端 现在测的是单颗灯珠 两端的电压 看一下 2.92伏 刚才咱们测的电流 是不是 270 280 也就是接近它这个标称值 270毫安 横流源的特点就是 这个灯珠 你看咱们 短接了一组 它少了一组之后呢 本来是72伏输出的 它自动的就减了三伏 变成69伏了 每颗灯珠 工作的电流 电压都是正常值 所以不是说短接了 其他灯珠上面 飞的压就高了 电流就大了 就更容易坏了 不是这样的 你短接是要有一个度啊 不可能人家24串 你咔嚓短接一半 那肯定不行了 它有个范围 像短接这个一串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有的是 短接完之后过几天 别的灯珠又坏了 那不是说人家电压高 或者电流大的原因 是因为这同一批的灯珠 寿命都差不多了 该坏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